調色調來大貨櫃 就擺在花園夜市的門前 上頭清楚標示 內有高價古董易碎品 請勿移動 否則追究法律責任 夜市的臨性負責人 緊急報警處理 調掛貨櫃擋路的吳小姐 拿出判決書 宣稱自己從9月1號起 擁有700多瓶土地的承租權 其他股東對於他的權益 卻不予理會 我們承租792.17平 馬燕也裁判本人歸 法定的資本股東 他表示遭到其他股東 粗暴撤除股東權益 甚至不理會他的承租權 但現有經營團隊的 臨性負責人卻報警反駁 這項重東西應該是 要請地主主要處理吧 這不是他駐地的人 沒辦法處理這件事情 我是希望尋求 我們司法途徑解決 還好在警方協調下 貨櫃在1號當天就調走了 沒有影響夜市2號的營業 我們如果沒有說我才會知道 公司就 他有帶人說他們的家 他們就好 跟他們去處理 兩方去處理這樣就好了 我們贏錢 花園夜市這裡的團團 也繼續去做這樣 事後雙方不敵侵占局 強制最高市 花園夜市坐落台南北區 腹地有6200坪 400多個攤位 是台南知名夜市之一 繼武勝大東之後 也爆出經營權紛爭 由於雙方互不相讓 一方提告侵占 一方提告強制罪 警方以寒送檢方偵辦 TVBS新聞顧守昌 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